卫生院 卫生院 可惜了 到这个年纪耳朵听不见了 没办法沟通 我老兄弟 心里其实挺清楚的 挺明白的 只是他没办法跟我们沟通 因为他听不见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跟我说话也是很大声 我也听不大懂 我说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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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是 那时候我离开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贝罗给我 他太帝送了一双布鞋给我 我记得很清楚了 他以前是这样的刺脚医生嘛 所以他现在还是有这样的资格 他现在儿子接班 在这个村的卫生院工作 原来是在这里了 他是有一个简单的枕 就是 简单的一些 那边 记得朋友啊 待我在宜兴看轮村的像花园般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一定是特别的地方 去了很多地方以后 我想啊 我一定要回到我当年工作队 插队的地方啊 在这里这个搞工作队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穷 真的是没饭吃 如果这里变了 我自己相信 他真的是变了 真的变了 OK 我的祝福是最穷的一家 我现在是在他的二楼啊 这是没有经过任何化妆 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一间房间 这是他儿子的房间 也就是我的孙子的房间 看看他的地下 这是农民的房间啊 这是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啊 没有垃圾 OK 床上 干干净净 这是农民的孩子的家庭 你想想看看 这是当年我来搞工作队的时候 饿死人的地方 啊 就是这样 光这个小孩子的鞋 这是没有经过任何清理 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 一个农民的房间 农民孩子的房间 OK 这个农民的家庭 是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啊 他们也不知道我今天会来啊 所以我就是拍一拍看农民家庭干净到什么程度 这是以前没有饭吃的地方啊 全部是土 这个地上就是 现在农民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啊 这个沙发上你们看看啊 这个最最重要的就是卫生间啊 我们可以到卫生间去看一看 看看农民的家庭的 这个卫生间现在是什么样子 啊 这个是最最原始的 在我们这个村是最穷的这一家啊 你看看 有洗衣机 啊 有这个自来水啊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啊 真真实实的农民的生活 今天的农民的生活啊 哎呀 非常 这个就是说 感触万千呢 叫做 这一家就放心了啊 啊 这个两个侄儿子女都在这里 忙得住这个好吃的啊 你看 这是这是什么 这是鱼子吧 鱼 你看鱼豆腐 鱼 对他跟他幸福 这个有电饭包啊 这是在农民家里啊 大家自己做的菜 啊 在以前就是没有啊 哈哈 现在就是 鱼子放泡 一个军黄一个还记得 那个时候啊 比较困难 比较没饭吃 记不记得 记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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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得饭吃 我还记得吃 吃跟别人吃 还吃饭吃 哈哈 这个大伙子爱给个婆子 去分了 我给了个茶 坐坐坐坐下来 吃饭 哎 房源饭啊 哎呀 哈哈 47年 46年7年 在做工作队 最后一次来是90年 啊 36年了又是 来来来 哎 我现在是在 我1977年 搞工作队的啊 那个时候我是代表 湖南省 这个 这个省委 湖南省委 到这里来推广 砸家水道 当时我们这个村子 啊 我们这个芭蕉 大队 第一组啊 是 算最穷的 真的算比较穷的 当时这些房子都没有 都没有啊 呃 当时我这个老兄 这个家里就是 一个平方 一个土的那个 那个平方 啊 每天我是在这里吃饭 当时真的就是 没饭吃 肥肥肥肥肥肥肥 我们 天天吃的是这个 南瓜叶子 很 红薯疼 红薯叶子 南瓜巴巴 呃 呃 那个那个有红薯吃 已经就不错了 就是很少有米吃 那个肉啊什么东西 更不要讲了 非常困难 那个时候啊 因为这一次呢 就是全中国跑了跑啊 这个是觉得 这个轮村的变化特别的大 那个有些 那个浙江那些地方 就像花园一样的漂亮 我就怀疑 这个是假的 是不是在做宣传 所以这一次呢 我是特别要从这个 呃 回到我自己工作过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最穷的 我 亲身经历在这里 差点饿死了 那一年 所以呢 亲眼自己看一看 我工作过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变了 啊 真的变了 所以我今天呢 就找到了我这个 结拜兄弟啊 啊 田如县啊 啊 这个他的儿子啊 先来谈一谈 讲讲这个 怎么样我们了强换炮 农民能够盖这么大一栋楼 他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就是简直是颠覆人们的这个 这个想象的这样的变化 他究竟是怎么来的啊 啊 我记得我90年来的时候 90年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只有这个平房 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是平房 嗯 那个时候 经济水平还没有这么好 好 那么怎么样会 会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这个 就是国家的政策啊 各方面原因嘛 把我们农民 呃 有的就外出务工啊 打工啊 这之类的改革开发了嘛 然后大家就到外面去挣钱 然后就回来的搞 呃 家园建设嘛 我们那个时候是 呃 所有东西都是国家的土地啊 呃 什么东西都是 都那个那个时候 我在搞工作队的时候 我试着分组 就是把我们这个 小组再分的几个小组 都说是搞资本主义 那个时候 都把我批判了一通 那么后来 是不是就把这个地 又分给农民了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地 分家到富了嘛 每个人头上都有土地种啊 是吧 就 改革开放之后 就把我们的田地 全部分都分都 分都富了之后 就每家每富 就 干起活来 就都有积极性了嘛 啊 然后就增加 他那个粮食收入啊 然后再解决温饱嘛 解决温饱问题了 之后就 呃 政策越来越好 就我们就可以出去 打工挣钱啊 然后再回来 把这些家乡都 改革 换面了一下 就把这个村子啊 现在比原来强多了 是吧 现在你看我们村子里面 这些房子啊 都是 都是 到外面打工啊 然后我们这些 反正 现在 只要 人 勤肯的话 现在 基本上就 没什么大问题了 生活上都 还挺挺可以的 现在 嗯 嗯 那个就是 像盖这么一个大房子的话 大概费用了多少呢 像我这栋的话 我是2000年间的了 那个时候 大概就是 二十几万嘛 哦 那就是 不过2000年 二十五九万呢 还算是 那个时候 二十九万 嗯 那个时候是挺多的钱 现在像 我这栋房子 现在也不算什么了 呃 有的 比我这个房子好多了 是吧 现在他们建的话 大概也在三十几万左右 嗯 因为 这个 农村嘛 毕竟它的那些材料啊 各方面 现在跟那个城市 还是 有的差别 是吧 对 它的那工价各方面 都 都还是有差别的 嗯 所以说我们农村呢 建这个房子呢 看起来是挺大的 要是到城里面 那肯定是搞不好 是吧 这农村因为土地是自己的了 对吧 因为你建 就节省了很多钱 所以现在经济条件 大家都在外面 打工挣钱是吧 嗯 一家人要是四五口人的话 一年也可以存个一二十万 是吧 回来建个房子 那就是 也不是说挺容易的 反正可以建了 就是这样子 嗯 对 一般只有勤肯的话 都可以建 嗯 嗯 所以还是感谢 党和政府 是吧 给你农民的 这些优惠政策 各方面 像我们现在种田 嗯 国家都给我们补助啊 是吧 一亩田 给我们补助几百块钱 这个 现在我们都享受到了 这都是国家的政策 还是给我们农民 还是带来 很大的福利了 就是说我们感谢 我们国家的政策 是吧 嗯 给我们农民 很多的那个 倡妇条件 是吧 各方面的因素 然后我们村 村民们自己 现在 大家都 向往好的生活 是吧 大家都很 对这一块呢 就 积极性都蛮高的 所以 说呢 这 大家的生活挺平坚的 都提高了 嗯 好 我非常非常骄傲啊 我有这么一个 直儿子在想想 你看看啊 从头到脚啊 他是这个村里的 这个村医啊 是个医生 非常非常感谢 OK 好 现在 我这个子女啊 是奔驰宝马 尊驰宝马 尊驰宝马 就是我没有吃 没有饭吃的那个年代 结拜兄弟的孩子们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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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侄女 我的侄女来送我 好好 好 来来 给妈妈拥抱一个 哈哈 好的 有时间反正就回来 好好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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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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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进去 我进去 你去 再见啊 好 安全回到长沙 这一次的湘西啊 寻亲之旅 你 顺利完成啊 就超出 超出 超出自己的预想啊 完成的任务 回到了长沙 我拿不照的 往那边走人工通道 人工通道 我知道往那边走人工通道 好 兄 我要坐公共汽车 要怎么走啊 哦 是那边走出去 右边是吧 这个是去车南郑的公交车站 都是 井井有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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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